而全台水晴告急嘉义台南地区水晴灯号 从这个月25号开始 从现行的黄灯转为减亮供水的晨灯 不仅是减压又减亮 大大冲击到工业用水大户以及洗车液 而业者无奈之余 也希望政府寄出补助措施 或是分时段来陷水 将生意的损失降到最低 用强力水柱将泡沫冲洗干净 还要重复检查车子的每个角落 这是洗车业者的工作日常 不过现在却碰上难关 农历年后全台水晴依旧拉紧报 嘉义台南地区水晴灯号 25号开始进入第二阶段限水 从现行的黄灯转为减亮供水的晨灯 首当其冲的工业用水大户 以及洗车业者都叫苦连天 我们没有水可以洗车 那我们要怎么做生意 希望他有一套好的规划 比如说你分时段 比如说你早上的时段没有水 那我们就把车子往后游 用了限水我们没有办法营业 那政府要补助我们吗 限水的话是不是可以考虑在晚上夜间 因为晚上夜间可能开了 我们就不会来洗车 靠水吃饭 业者无奈也只能供体时间 但如果春季降雨不如预期 下一步就是转为分区供水的红灯 业者盼望政府能寄出补助措施 或是分时段限水将损失降到最低 记得猜从吴嘉宜报道